好 怎么了 这样给我这么丢脸啊 我才不愿意被人叫做小三呢 走吧 美酒飘香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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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你 哥 做戏当然要做全了 这就是我悲催的婚礼 万万没想到 我居然会嫁给这么一个富黑男 哎 故事 还要从三天前说起 记得当时 我还在写小说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支持 保证准时更新 哎 内衣赠送活动 终于令男杀人事件活动专缺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苏氏里人集团所有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你好 是苏九安是吗 您的快递 哦 好 谢谢 别 别 爸 老辈儿 不是我不陪你逛街 这不 不小姨妈来了吗 我得去接她一下 亲爱的 你说 你要我怎么补偿你 回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等等再给你打电话 我说江少凯 你怎么还是这么老套啊 这招百事百灵 不说这个了 你爸这次真的是有够狠当 他在咱们文学网砸了一大笔的广告费 把你的小说砸停更了 你说他哪次不狠 我给自媒体写稿子 他就把人家公众号给收了 我给剧组当编剧 他就投资剧组 把人家编剧给赶走 你说 有这样的老爹吗 我说 你都逃了那么多年了 迟早还是要灭对的 我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难道有错吗 那你这次回去 好好跟你爸聊聊 走 最近陶然市著名企业家陆博言 可谓是风投正胜 短短几年时间 投资了多家新兴企业大获成功 还凭借冷服的外形 在网络上赢得了大批粉丝 素有国民老公之称 不仅如此 她旗下的陆式传媒 最早签约的明星韩若曦 也在她的加持下 躋身一线明星的行列 两人在事业上磨迹扶持 据传 两人早已情投意合 陆总 陶然文学网的市长已经约好了 我们的资金还没到位 你是想先签订一项协议吗 果然没白跟我这么交 美衣女王苏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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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传 陆总 苏是丽人 在跟维修网做活动是吧 嗯 今天刚刚上的一个 回馈读者的活动 据说效果还不错 爸 你可真行啊 用这招把我给逼回来 我不逼你行吗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爸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 这是又辛苦又不赚钱 这都几年了 你说你写的那些小说有用吗 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文字是有温度的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 怕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人 挺高尚啊 大冬天的不穿衣服读小说能温暖吗 我可还不如传给那衣鬼 可是我能从写作当中感受到快乐呀 终有一天 我会将这份快乐 传递给我的读者 这是我的梦想 梦想能当饭吃吗 你看看你现在瘦的 就像这根筷子似的 小说爸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多好 哦 爸 那你也不能威胁文学网 听更了我的小说呀 这叫残住 爸 你让文学网把我的小说恢复了吧 让读者看到多不好啊 就你那几个读者能养活你吗 整天摘在家里写小说 小说也没火 对象没找到 头发没少掉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看那个继承的事办一下 爸 女婿会有的 小说也会火的 你再多等个两年 你想都别想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白纸黑字句是立下字句的 那咱们今天就立下字句了 三年为期 三年之内 我将带着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 和帅女婿容归故障 否则 我就回家继承家业 好